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三万九千六百七十四点 即是三十八点 蚊纳指期货轻轻偏远 至于亚太区股市方面、个别发展 其中日经平均指数四万零九百零八点跌至五点 南韩股市升百分之零点七 厌楼股市轻轻偏远跌至大约百分之零点一至百分之零点二 至于恒指、黑企 变动也不太大 20几点左右 转看港股上的表现 恒指昨天高开1801点 升势回信曾经转跌过 恒指全日升49点 收报18,028点 收益18,000关 年升4个交易日 成交压908亿 近三个月来最少 方指升0.6% 3649点 阿里巴巴升超过1% 美团升2% 贵城升超过4% 快手臂大摩亚条平级 股价跌超过4% 差股普遍受捧 卫小里升近4%至5% 维亚迪升近2% 金矿股跟随着金价做好 紫金和招金升2%至3% 北水盘路 北水昨天全日 錄得9亿5千万的淨流入 金额比起之前 显著缩减 各股方面 资金主力 继续买内银股 公行和建行分别 给资7亿4千万和4亿7千万 中石化亦有3亿2千万的淨流入 正流出方面 盈富基金走资超过10亿 美团走资近5亿 中移动 正流3亿3千万 和Rafi先聊聊港股 不知是否大家在等什么 或是在外围 因为假期的气氛 所以港股星期四交流比较淡静 行资不错 达有7月份 每天都可以升 如果计算 连续4个加月升 上回晚8关 究竟短线是否可以找到 以及短线的阻力 或支持位置在哪里 当然 都算是连升几天 但这几天都不是一个很大的胜幅 其实每一个波幅都是比较窄的 所以严格来计 暂时港股都是处于一个上浪格局 我觉得真的未算是一个很明显 向上的突破 或者可能有一个星星出现 因为有几件事 一来你见到 譬如昨天很明显 当美股昨天没有市场 或是半日市的时间 那港股又静 不知是否又静一点 就是9百几亿 当然 我本身过去是否有很多外资买 也不是的 但很明显有这些因素影响之下 其实也会比较静一点 大家都是一个比较偏观望的心态 以来我想 其实比较重头戏 都未真的出来 这个月我想 大家也经常说的 三中全会 越重了 没错 这个我想也是等待 开会那一刻 或者是开完会之后 究竟有没有什么政策的出台 各种方向 这个也是 继续去观望 继续去等待 而另外 去到7月底 8月初 又开始业续期 其实这也是一样的 因为7月中后段开始 越来越多公司 可能会有机会发现 凝起凝景的因素 所以我想这些因素 也是影响着 之后的市况的表现 虽然形成这么多东西 去见真章 要等待的话 现在只是慢慢地 上那种格局 刚才提到 真的 因为从走势上看 其实未是很明显破了位 其实过去这段时间 好一点 下面 250天线 你见到收到的 大概17,500左右 是收到的 但是上面来计 如果真的要突破 我想起码最高的 50天线 18,200 也要升穿 所以现在是卡在这两条 军线里面 大概的 幅度大概700,800点里面 所以要等下 看看有没有机率 可能这几天 或者下星期 回来 可以升穿 50天线 兼其其他云 再看高一点 会比较好 是 暂时都是相对观望 起码不要再跌很多 各个股方面 有些都比较不错 例如昨天 葵程 显著做好 都是一个最强的 蓝筹 如果说消息面上 葵程的数据显示 暑期国内旅游市场 继续维持稳定增长 境内的酒店 机票搜寻热度 按年升超过两成 长线油就成为了 金档的主力 占比超过七成 另外一个利好消息 就是近期 免签入境国家的范围 继续扩大 券商大摩也发表了 一个报告 看好葵程第三季的指引 相信 集团可以拥抱夏天出油 就说 在中国重新开放之后的 第一个正常化下跪 受到免签证的政策 大部分航班恢复 还有股价上升的推动 大摩也引述了 葵程的数据 截至7月2日 收到14个免签证国家 或地区的订单量 增长了1.5倍大动 入境订单量 也增长了1倍 如初步来说 整个暑假 是否可以充劲一下呢 怎样看葵程的股价 是否可以重拾上升的动力呢 现在又是否静拨呢 其实坦白说 葵程总体来说 其实一直都是强的 如果你说轮量是一个大的趋势 其实只不过过去 这一个月多一点的时间 是做一些调整 因为之前那段时间 例如去到5月份之前 升得很急 所以我想这是一个正常调整 因为其实坦白说 大家本身对 它也好 或者这个 板块这个行业也好 看法上 一直都是比较正面的 无论是否现在 暑假这些旺季也好 其实过去见到这么多个月 过去那么多一些 可能大事大节 特别是复苏复藏之后来计算 其实这个行业是 最稳定的 叫做复苏得 还有那个透明度相对是高的 就是比其他内地的 当然它也叫内需的消费类 对比其他内需的 一些数据 零售数据 其实旅游明显地是跑得好一点 所以亦是令到这些股份 无论是跪程 或者这份同情 总体来说 不算太差 跪程当然更加好 所以其实一六爷也是这个看法 你说到这一刻来说 当然有些暑假的旺季 而且一些数据都开始出来了 无论是大家搜寻也好 或者订 一些飞机票 个人的数据也好 似乎有得炒了一下 而刚好 你看到这些股份的调整 过去这一阵的调整 由高位一来 大约450元左右 到400元左右 都见过 其实我觉得每一幅度都够 二来的时间都够 差不多一个半月的时间 甚至刚好到100天线 其实是有些支持的 我觉得整个形态是挺不错的 当然了 要看今天 看看能不能升穿50天线 或短期来说能不能升穿50天线 如果你说刚刚调整100天线 兼此在这几天又爬上50天线 站上所有均线流上 其实那个短距空间更加大 我们有条件 真的慢慢地指定 顶位也不奇怪 所以你可能暂时看着 50天线400元 可以在短期里面升穿 如果是的话 我觉得都可以 到时考虑短线 再做一转 是 听Ravi说的 跪程也不错 因为其实我记得上个星期 你也有赚过跪程 终于今个星期 有些数据有出来 支持了看法 也想问一下 既然暑假 可能有些人都开始放假 其他的暑假受惠股 可不可以考虑呢 除了跪程同程 最近还有一个 中面的 消费税改革的 憧憬 也有升过上来 航空股 可不可以 或者一些 豪岛股 这些 相对地暑假 可能有机会受惠的 可不可以考虑呢 当然 如果你说旅游相关 暑假相关的股份 其实也有很多 我们所说的 航空类也好 或者一些 豪岛股的股份 也是 但是 如果这番 整体 如果刚刚 都立刻按照图来说 因为 你配合 这一个 所谓旺季 或者短期性的 因素 你也要看 走势 可不可以 因为这是比较短线的操作 所以如果 拉起图来计 我觉得 都是以这种 最好的 说实话 因为其他 没错 可能中面这些 好像昨天 有人有留意 神经上升了很多 但是你看到 现在的图也知道 就是在一个低位 只有一两棍 突然急弹 还有 是有些消息 去推动的 但是 这些 成效 或者整理方向 要再看 不是说 立刻 就会 涌现出来 再加上 我想这一类型 就更加贴近 是消费的 就算大家去旅行 不等于 买很多 免税产品 这也牵涉到 零售方面的层面 因为零售方面 我们仍然是一般 所以如果 以这样计算 我觉得 纯旅 旅游股 会好一点 而这些 出行相关 其实 为什么 固程同乘 因为 无论你搭什么 可能是飞机 火车飞 住酒店 其实也有机会用它们的平台 特别的固程 所以我觉得 这两个会比较好一点 如果真的要选 这两个会先选 如果更加易选一 一定是固程 会更加首选